和朱瞻鸡一样 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朱瞻鸡的死 很有可能和心脑血管疾病有关 因为这病 他的父亲朱高赤就有 是一种慢性病 从发病到去世 可能也就十多天的时间 就和朱瞻鸡死前的情况很相似 古代医疗水平不高 根本医治不了这样的病 所以朱瞻鸡发病后 太医用变了办法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朱瞻鸡难受的坚持了十几天 强撑着安排完朝堂之事 然后就撒手人寰了 这样看来 朱瞻鸡的死 极有可能和遗传病有关 不然身强力壮的他 怎么突然驾崩了 还有人说 朱瞻鸡的死和居住环境有关 古代的空气质量不差 而且房子都是木制的 或是石头制造的 没有甲犬危害 所以这个死因是不成立的 朱瞻鸡突然壮年驾崩 最有可能的死因就是遗传病 因为他的父亲也是突然暴毙的 只能说朱瞻鸡英年早逝 是明朝的损失 他执政期间 明朝经济繁荣 也没有外敌入侵 百姓过着安宁的生活 自朱瞻鸡之后 明朝就走起了下坡路 要是朱瞻鸡多活几十年 明朝的历史会不会被改写呢